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为什么呢? 因为最主要就是我们知道了 原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是我们作的决定 是我们在人生当中作的选择 才算数的 而事实上我们的信心增长 我们的信仰增长 神所给我们的助力 都按照我们 如何回应神的圣经 回应神的帮助 回应神所提供给我们的应许 而产生功效 无论我们相信一个神迹也好 或者我们作出一个讨告也好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原来其中一个被我们的难阻 就是一种叫做理由的形类 就是这里所说的一种形类 为什么我们说理由这种形类呢? 因为在我事奉这么多年里面 其中一样 我觉得最难了我作决定的 不是人生当中的阻力 其实甚至不是人家的逼迫 最难了我的就是 我自己找到理由去不行真理 我找到理由 合理地的理由去导致我放弃 因为原来在我们生命当中 思想意念里面 我们的心意里面 其实是有两个最大的形类 一个叫做合理的理由 一个叫做不合理的理由 当然不合理理由多的是 我们不会轻易将我们的心意 交给一些不合理的事 或者甚至一些无理的对待 无理的攻击 我们不会因为这些事去妥协 但是我们会在理由这个层次 是我们找到很多的借口 而我们能够接受这些方案的原因 简单来说就是那样东西 那样东西合理 因为原来很有趣的 原来这里所说的一个字 去说计谋这个字 就是在说这样东西 原来神要我们将这些计谋 各样难助人认识神 这些自高知识一刻要攻破 因为原来计谋这个字 中文不是应该译为计谋的 因为这个字原文就是逻辑的字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听到那样东西 是很合逻辑的 我们因为这一样东西 导致我们 我们觉得我们不用这样而已 我们不用看这个方向而已 我们能够用一个合逻辑的方法去做 我们不用用神 不合逻辑的方法去运作 因为原来我们来自这个世界 我们守这个世界的教育 我想给大家知道 当我们信主的历程当中 有时世界有世界的逻辑 亦世界有世界的运作方式 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了世界的逻辑 是真的在信仰上有些领域 我们是不会突破得到的 因为很简单 世界的逻辑就是人生得以衰尽宽 生命当中无论是享受也好 为自己的前途也好 为自己的好处也好 本身都有一套逻辑 是这个世界的生活方式 但是如果我们要突破被神带领的话 那你有发觉神的带领 很多时候是不合逻辑的 比如摩西举象 就要分开红海 接着他碰一下这个盆石 又要出水 接着你会看到他用各样的方式 去行这个实灾 那我们又回来看看 主耶稣基督的五饼二鱼 是不是 走水面 死日复活 哪一样是合逻辑的呢 起码就是没有一点 没有一样是合这个世界的逻辑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 就是原来我们真是有兴趣的 去打这个熟灵战争的话 那我们就知道 我们不能够用物质界的逻辑 去走下去了 主耶稣基督叫拉撒路復活 难道他去找西医 找一些药草 大家试试吧 死了四天都试试餵给他吃 看看他能够復活 我们是否一定要持守住 或者持守 熟世的逻辑 去行完我们一生呢 如果的话 很明显我们人生 走到某一个程度 我们就会和基督教的信仰有很抗衡 没错 我们施捨 无论我们爱人 或者我们关心人 或者我们辅导人 这些逻辑 我们可以用世界的详识 但是原来在熟灵的争战当中 有时 这个却会成为我们最后的一个盈利 可不得后书第十章 第四至第五节 我们争战的兵器 本不是熟血气的 乃是在世面前 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盈女 将各样的计谋 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士 一概攻破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都信服基督 走九日往事 怀着爱慕尋着你 转一顺求不怀意 奇梦一口更深爱你 全力尽心尽意 随掉它怕在每天坚持 全城实努力行业 我却深复应 情真不大意 求你言倾庭 明白我耐心求是 让我爱你没尊严 现放开世间俱风的善言 愿献上万千爱 上后发着你脚踪 发回终止